私底下 我還是蠻聽老婆的 但是這種 壓力比較大 我起早在講 你去死啦 很怕被可依然罵 你去死啦 你看你罵人很療癒啊 不要你去死啦 好療癒 都來過 I'm so sorry 讓全台灣單身女性失望 不要再威脅 送給你 送給你 好不好 太重了 太重了 對… OK 好 試一下 很棒很棒 城隍城口戰戰兢兢啊 很怕被可依姐罵 你去死啦 你是我的兒子 我怎麼會可依 這是家裡的時事嘛 多一個人可以虐待啊 沒有可依 可依今天來看到那個場面 大家跟我講 這個如果是我嫁我 我就要威脅 我沒有錯過 沒有一台有錯過的 她是我男朋友 她是我兒子 她是我兒子 我來接這檔戲之前呢 我有私訊 沒有可依 因為她十一年沒回來嘛 我說 我們要在戲頭單你知道嗎 她說是 台八還是電影 我說台八喔 她真的嗎 好開心 她說妳演誰 我就說不講 她說 妳演我老公嗎 我就不講 她就發一個人申請命 妳不說 這樣 我兒子嗎 對啊 為什麼她不講 想要不會是演我兒子吧 要比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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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他們的作品 就是以前的作品 我沒有說那句話 我沒有說那句話 我沒有說他們以前的作品 好不好 我都很喜歡 我看妳在戲裡 好像誰都不看 沒有那是看起來 因為家靈看起來 要誰都不怕 可是事實上 我就會一直捏到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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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妳是怕老公嗎 私底下 我還是蠻挺老公 對 但是這種壓力比較大 哈哈哈哈 大那個戲 我這麼好 對 妳有多溫柔 沒有 妳沒有一個嫌妻 妳怎麼會成功呢 因為我發現現在 真的沒有那麼溜 喔 對 水頭比較沒那麼溜 太久沒用了 對 很快就又回來了 沒有 其實我很害怕 就是我的那一份功力 跟可莉姐對照 因為我會覺得我們兩個 會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說真的 我那時候看妳的戲 我覺得妳很棒 就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 八點檔的很多的劇情 可能就會是比較 呃 誇張一點 可是很多演員 可能都會覺得她過不去 她不知道怎麼演 可是我看妳在戲裡面 把很誇張的戲 演得很自然 就反而變成是 可以被接受的 因為 可是妳說嘛 哪裡有誇張 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 妳覺得很離譜的事 每天都在發生 是 所以真的 很多問題是 當妳一接受 它就是不是問題 所以我看到妳在演很多戲 其實我有看到我以前 謝謝 啊真的 我覺得妳很棒 謝謝謝謝 我們只要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妳 對 對 對 我有記得那個 那個蘋果的那個 喔 那個蘋果 我那時候幾天看那個回覆 那個影片 我就 蘋果跟哲莉的真的 蘋果跟哲莉的真的 蘋果跟哲莉的 之前演的那個李彥平的角色 我不曉得為什麼 這麼深執人心 其實我一直到現在 你說去超越 到下鄉去 遇到很多的鄉親 你看都多少年 十幾年了 到現在還是一堆鄉親看到我 就希望我罵他 我就想說 嗯 通常你老的 你把我罵一定送他 可是 我的角色卻是被他們要求說 欸妳可不可以罵我一下 然後妳真的罵他 然後他就很開心 那我就想說 現在的疫情其實 讓大家本身的壓力很大 可能有些人不能出門 或者一些工作的原因 就是種種的情緒 或許今天他看我們的戲 或者看到一些 可能比較亢奮的劇情 真的會幫助他們有一些紓壓 所以我都覺得說 太適合現在一家來團圓 讓我們大家能夠 好好的度過這個疫情 然後正能量好嗎 我都常常說 我們要小心 不要擔心 因為你不可能不出門嘛 你不可能不工作 那能做到的就是 除了做好防疫之外 你真的就是要保持一個正能量 多看看有趣的戲 然後呢 讓自己保持一個很強的能量當下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綁護照 對不對 廷哥 對 你也看你罵人很療癒啊 療癒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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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健身 愛家 愛家 髀